但昨天很重要的事情是鄭保卿宣布要參選的 有跟他指電來聯繫過嗎? 沒有聯繫 不過我想 這個事情顯現了說 民進黨失去了靈魂 民進黨的黨員就失去了向心力 前一陣子 鄭保卿對於論文的事情 誠信的事情 跟最近中介法的事情 都仗義直言 我們非常欣佩 我想他做出要選舉 來跳入這個桃園市長選舉的這個決定 一定是天人交代 經過相當的考慮 我們尊重他 然後我們 這邊也會繼續走我們的腳步 一步一腳印 來充實我們基層支持的力量 市長會不會覺得說這個 討厭民進黨的人 反而會投給鄭保卿的影響? 我剛剛說過 我們反正自己一步一腳印 走我們自己的路 堅強我們的支持的基礎就好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四卡多 對 別急 現在四卡多的狀況 那國民黨是不是 勝選機率會比較大? 我們都不去評論這個 我剛剛講過 我們戰戰兢兢 一步一腳印 充實我們支持的力量